好,那欢迎各位 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Excel入门应用 不可能都是这么简单的函事 其实我最主要是要请你们要知道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文字在处理的时候 跟数字在处理的时候 你会产生一个很奇怪的情形 这就等一下我要特别跟你想调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去看这是年这是月 好,它是不是增加到表格的最右边 所以请问今天我假设资料在新增的时候 记不记得刚刚我说我们的这个资料夹里面 如果再新增2021年资料2022年资料 这个表格不会被破坏 因为前面的部分我都没有动到 好,那可是我表格的出现主要 无非就是希望来做计算做分析 举例来说,请问我这里面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退货的资料 而且退货这么多的资料 我是不是要把它查询放到销货资料里面做记录 这样子的话,我到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方便做分析 分析什么呢?分析说销售有多少 这时候我是不是也想要知道退货有多少 对不对?好,所以请问这一格 这一格我要放的是不是 是不是退货这件事可以吗? 这一栏我想要放的是是否退货 这笔订单有没有在这个退货里面出现 可以拼得懂吗?简单说就是我要去查询比对了 我要去查询说这一个资料 这一个资料 所以蓝位我现在我就要放 放什么?蓝位名称我要放的是是否退货好了 是否退货?请问销货这张资料表里面 不可能知道是否有退货吗?对不对? 好,我只是想要去调查出来说 到底这一笔订单是退货或不是退货? 好,你用肉眼来去看 说请问这一个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 我查到说这笔订单 好,我就先把它复制 接下来在退货里面 我就透过搜寻搜寻寻找贴上 看看找下一个 结果他出现什么?他出现什么?对不对? 他说找不到 有可能有找不到 还有可能找得到 请问销货没有了吗? 真的,很多人就算 我跟你讲 会找 会找 不是用这种人工找的人 大概只有10%好了 大部分真的都是用人工在里面找 找得好辛苦 好,记得 如果你用人工找 记得 一定要写信问老师 有没有比较快的找到 对不对? 再来最最重要的关键 他找错了 我现在就要告诉你这件事 知道吗? 例如说好了 因为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猫腻 只有资料科学家才愿意跟你分享的猫腻 我现在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 就是我们去 我去阳明也不是白面资料科学 这样了解吗? 只是真的忠心的希望 我这个资工背景的人 能够去分析这些医学的资料 解决我们人类健康相关的 像我的第一篇论文 就在发表疫情时 急诊是发生急诊庸舍 那问题是我不是随便这样子讲一讲 大家就相信 好,怎么做到这件事里面的猫腻 我一步一步破解给你看 这边最最大的一个猫腻就是 通直跟零 产生了一些资料处理过程的变化 但是我现在要先告诉你 说有可能你透过人工方式 是不是有找不到 现在就是找不到 还有可能找到了 对不对? 那请问你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找到错误的 听得懂吗? 你现在找到了 你确定你找的是正确的吗? 因为我们使用的方法 它只能帮我们找数值 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好了,我现在我要去解释这一段给你听 首先我们怎么找 怎么找 所以我是不是要先找出来 这笔订单 这笔订单是否有退货 好,所以我们现在将游标移到这个Fuel 是2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是不是一样也是要透过函式 所以点选 点选这一个 点选插入函数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去找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要去寻找 我们要查询比对 那我只能这样跟你分享 查询它的英文单字是 look up 它是往上看 可以吗? look是看 up是上 为什么往上看是查询? 应该不难去理解嘛 你去书局是不是又要往上看 又要往下看 去寻找 好,look up 点选开始 可是我要请你们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查询 我们分两种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垂直的查询 一种是水平的查询 好 我等一下再跟你分享 什么叫垂直的查询 We look up 开始 好,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 我要介绍的是这一个函式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订单ID 我是不是要去查退货里面 是不是有出现这个订单ID 那我退货 我退货的资料表 它把订单ID是上下排列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变成是上下 从上面第一 第一格查到第二格 查到第三格 这个叫上下查询 它叫做垂直 Vertical的查询 可以吗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We look up在做什么事 它说它在一个查询表格 这个退货这个表格的最左栏 最左栏知道是什么吗 记不记得刚刚我们是把订单ID 翻到那个退货这张资料表的最左边 我们去查那个订单ID 是不是有存在我现在这个销售的订单ID 可以吗 而且还会传回来某一列中指定的值 例如说44它是在第五栏 好 那我们就直接点选确定 好请各位点确定 接下来呢在lookup value是什么 lookup value 就是我要去搜寻的值 所以水平卷轴拉到最左边 拉到这个订单日期 它就会自动放进去 就是订单日期栏的第一格 其实它是用相对位置 就是我这一列这一列记录的订单日期 所以它加了一个小老鼠位置 接下来呢 请问资料表是什么 是不是退货 退货那个表格 所以直接输入中文字退货 这就是table array在做的是table array 接下来这一格要放的是什么 它说是不是一个数值 是这里面的第一栏第二栏第三栏第四栏 第一二三四五 好所以是第几栏 第四栏有看到吗 订单ID在这边吗 这是第一栏 记录编号第二栏 退货日期第三栏 退回 是否退回是不是第四栏 所以这个栏 栏请输入是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逻辑值 它说true的话 它是找最接近 请问你是要找最接近还是要完全符合的数值 请注意 它找出来是数值 所以当然要找就要找完全一样的数值了 FALSE可以吗 好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找的都是什么 数值 好 连选什么 确定 请问一下 刚刚那一栏是数值吗 请问那一栏是不是数值 不是吧 那一栏是否退货 是不是不是出现空白 不然就是出现是 对不对 请问那一栏是数值吗 当然不是啊 所以这栏要怎么做 所以这栏要怎么做 再问他下午就不见了 这栏要记得要写线问老师了 请问一下 你理不理解 现在为什么出现锦跟斜线A 请问一下 我要搜寻出来的是文字 对不对 可是VLOOKF 它能够找出来的是数值 好了 为了要让 要让他也可以找文字 所以在这边 U2的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后面 麻烦请加入 AND 2片 INT 对不起 我刚怎么用到订单日期了 对不起 我 这样当然不对 是订 是订单ID才对 对不起 刚刚讲错了 这边应该是订单ID 对不起 我刚刚怎么会选到订单日期 你们都不提醒我 这边是日期 那边是订单ID 对不对 等一下 这边我必须要赶快再重新做一次 我先游标移到这个地方好不好 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请点这个插入函数 好 请点这个插入函数 可以吗 请把刚刚后面 后面两撇 两撇 两撇两撇 先删掉 好 请点这个插入函数 这个错了 刚这边我是用什么订单日期 是吧 好 来把它删掉 把它删掉 这个水平卷轴拉到最左边 请点点订单ID 确定 可以吗 这样才是正确的 好了 我现在要解释 那些找不到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会有这一个订单ID 它没有退货 可是找出来的结果是一个不正确的数值 这个就代表不正确的数值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边没有订单ID 所以找出来的结果变成错误的数值 那我建议各位在查找的时候 应该要改成文字的查找 也就是在后面 后面加上AND2撇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再增加是否错误 是否查不到的判断 所谓是否查不到 那我们就在前面 我们是否出现错误的查询 是否出现错误的查询 我先把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先剪下来 接下来呢 插入函数 我现在要教的是 if 1 r or 这个函数了 这个函数就是说 假如我查到是正确或不正确 如果我查到是 我就出现是 如果我没有查到 我就出现空白 好 这用if 我打大写字 这样看比较清楚 if eror 这个函数 开始 好 确定 接下来呢 这个值麻烦就请贴 刚刚的内容 刚不是剪下来吗 为了贴在这边 这一格凉撇 因为所谓凉撇就是空白的意思 好 确定 这样子才会出现我们预期要的结果 那我所有的过程都是把它用文字来处理 等一下我们先继续把数量也找出来 各位你看一下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退货数量 退货数量 算它都是1 因为我们在销售这笔订单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有的销售数量是3 像例如说这个 这个销售数量是6 可是它发生退货 它理论上它只能退6以内的数量 对不对 好 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把那个退货把它显示在这个地方 所以怎么显示退货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退货数量 来麻烦请新增一个叫退货数量 退货数量 接下来麻烦 其实输入的公式跟刚刚一样 所以我们再做一次好了 首先我会先把那个VLOOKUP打出来 也就是用插入函数一样 我们就直接打VLOOKUP 就这个函数开始确定 接下来呢 我们的第一格 第一格我要查询的这边 查询订单ID 所以请点选订单ID 接下来表格一样是退货 退货的几栏 第五栏的完全正确就是FALSE 确定 好 那这边我还是要特别讲一下 这个井 这个井跟斜线A 它是代表说找不到这个数值 为什么找不到这个数值 因为这笔订单没有退货 所以他找出来的结果就是说 因为没有这笔订单 所以它是没有退货 可是你要知道说 这跟这99%的人就会认为它是错误 请问找不到就代表数值的错误吗 没有发生订单被退货这件事情 你不能把它视为是一个错误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它改成 例如说 因为它这一栏都是放数值 对不对 请问如果都是放数值 数值的空值是什么 数值的空值是NU 可是在以色谣里面请问你 你只有看过文字的空值吧 对不对 请问一下 这个U这一栏是文字的空值 可以了解吧 对不对 文字才有空值 请问数值的空值在以色谣里面怎么呈现 没有人去管它 这样理解吗 请问你把这些空值变成0 因为它是数值嘛 请问数值是不是一定要放一个值在那边 对不对 对啊 对于电脑来说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变成什么 0 请问 假设你今天你收集过来 说那个 罚金 假设你这一栏 罚金 请问是不是这一栏应该都是数值 对不对 罚 例如说 1000元 罚2000元 请问一下 假设 假设漏田了多少钱 这时候会出现什么事情 它会把它变成0 听得懂吗 这就是很不好的easeal 你解吗 好 所以为了要做到这件事情 通常会把所有的值都先转成文字 是高函数值 因为我要接受它为通值的可能性 这边真的希望我们一定要听懂 否则的话 你知道平均 平均是一个很简单的函数 它经常会产生孝性 因为我们错把很多 比如说错误 因为请问罚金这一栏 有没有可能出现漏田系统的事情 有可能 那你不能把漏田当作0来处理 可是系统它预设 因为你把这一栏都视为是数值 它就把你认定就是数值 那请问你数值的空值是什么 0 很多系统 尤其easeal 它就把它变成是0了 为了避免这件事 所以我就先把所有 因为它真的有空值 文字有空值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 所有的资料 我都先转成什么 文字来处理 听得懂吗 就像例如说 好了 如果这一栏你定义为日期 日期 那请问你 假设你填了一个空板 那你知不知道 这系统它在转换说 不行 这一栏一定要是日期 你知道这一天会变成是哪一天吗 你知道这一天会变成是哪一天 变成哪一天都不对 不可能猜到刚刚好 就是对的那一天 你们说对不对 有没有听懂 这一个很小很简单观念 但是已经被很多人忽略了 你把一大堆不知道的值变成0之后 它是不是就把整个平均下降 听得懂吗 请问一下身高 我在看医学上面资料 很多人急诊病患 根本就不能量它的身高 所以 公明其妙变成0 来急诊室的平均身高 都比一般人矮很多 这根本就是错误的资料处理 导致错误的结果 这样理解吗 所以请你们在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后面 后面这边 end enter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 刚刚在这个地方 它数值从右边改到左边 因为它现在是文字了 全部都是文字 接下来请选择这个全部 全部把它剪下来 接下来请去插入这个 if error if error 确定 这边就贴 刚刚剪下来的内容贴上 下面这个 这个值 如果出现错误 因为我们现在这一栏 都变成是文字了 所以 确定 可以吗 其实我主要 我后面我还要再算一件事 算什么事情呢 请问一下 现在这个1 你现在看到的退货数量1 它真的是1吗 不是 对不对 它是文字 所以我们又要把这一栏去改 改成阿拉伯数字 不然它怎么可以去计算 那个就是退货金 请问一下 假设你今天你应该知道 销售额除以数量 这就是一个单 这笔订单它的一个单价 对不对 这个产品的单价 好 那如果说 如果说你今天 你今天这个数字是 是什么 是一个 例如说是文字 好 例如说3乘以A等于多少 你是要会帮你算吗 不会 所以 我们现在要去算一件事情 就是退货款 好 所以请将游标移到Y 退1 请输入退货款 请问如果 如果这一格是4的时候 我才要去计算说 因为刚好都是1 所以是不是就算 销售额除数量 好 所以 现在我就先用很简单的 销售额除数量 来放在这边 等于很基本的 储存格的计算 等于 麻烦请输入 等于销售额 销售额点一下 除数量 Enter 可以吗 这就是1D 就是单价 单价 那其实我只要算这边 请问一下 这个0对不对 这就是不好的软体 听得懂吗 再加上我们又不懂 请问这是不是一个空值 空值 空值可不可以除除任何一个非0的数值 如果这是一个数值 这是一个数值 包含0喔 它是不是可以被任何一个非0来除 分母不可以为0吗 可是他把空值也视为是0 我们去处理 请问空值是0吗 好 我再问 请问销售额会有0的吗 不会吧 销售 请问我东西我卖给别人 请问本来就应该是有收到金额的 可是你为什么把这个不知道 不知道当作0来除令 听得懂吗 真的 这这个 这真的是入门 入门一定要知道的观念 只是大家都不管 也没人告诉你 这件很重要的事 可以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要做一件事情 首先是否退货 我才要去算退货款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你这个退货款根本就不用算出来 而且不可有值 他又没有退货 你为什么要算退货款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先调整这件事 第一 我们先把这个内容剪下来 剪下来 等于后面的把它剪下来 好不好 插入函数 我们现在要来判断 透过if来判断 好 如果没有 就麻烦你在这边 就输入if if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判断 开始 请点确定 请问 这个逻辑值 逻辑值 是不是这一格 这一格等于2撇 就是如果这一格它的内容是是 我们就做计算 所以就把刚刚剪下来的贴在这边 也就是销售额被数量来出 否则我们这边放的是什么 我们放的是空值 什么都没有 就两铁确定 谢谢 谢谢大家